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先讲一下情况 好不好? 阿昂巴 我网上大家如果在谷歌那里试试搜查 最近这些谷歌搜查很有趣 你打MIRROR的事件 发觉这个政府 康文署出了一个报告 很详细的报告 在网上也是上传了 我详细的评论 以往来说很少的报告 就可以这么快就公开了 这么透明给香港市民 这里的报告就是里面提出了 其中两个东西 第一个成因是如何? 第二个就是提出一些改善的建议 我们当作一个雷文 看来这次的成因真的很多 我们都猜到的 结果是这样的 那报告里面 最大的因素就是这样 这个报告里面说 原来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就是他先申请了那个地方 可以搞这个MIRROR concert 那他填的时候 那个屏幕呢 那个重量是多少呢? 他填的数目呢 真的填上去 是 改变了单位 是 改变了单位 用一个磅的数目 他说是500磅 500磅 实际呢 真是整理上去的 就是500个公斤 真的很远 真的相差很厉害 相差很远 那些钢线 就发生了一个金属旗 有金属旗 跟着他就说 又干脏得不好 于是他就掉了 那原来是 有些机构呢 有些这样的传统呢 是用这种方法呢 去做一个这样的舞台 那真的很危险 如果那个电视机好像 假设这个 不是放在那里的位置 放在观众的位置 放在观众的位置 如果跌下来 按摩 你现在在哪里跌下来 按摩 我会告诉你 效果是怎样 情况是怎样 我们说了 执行性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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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 在行政性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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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如果說維麗就未必個個可以落水 維麗就是監管的問題了 因為它的程序裡面有多少人要經過多少批准 那安民署有沒有責任去檢查呢? 還有你那個機電工程署有沒有需要去檢查呢? 那就是責任是政府的責任 這方面 就是公家的責任 那如果你說公家的責任 就公家是沒有責任的 是呀 政府很深陣的 我們以民署來講你是罵他而已 就是他不用賠給你的 但是現在你要控告呢 你要是控告主辦單位的工程公司 以及控告那個場館的擁有的人 那都是政府如果是場館擁有的人 就是有責任的人可能是很多方面有的 就是以前我們看案例的那宗責任是責任的事件 就是有一個平台呢 就刷刷一下就倒下來了 就死了一個 就13個人受傷了 我們類似這次來講 跌了下來就只有兩個人受傷了 這次就叫不幸中之大人 如果跌在這個 觀眾席就大人受傷了 真的很難搞啊 真的 那他有責任的人呢 就在添起那個案件就有六個派對 他還沒控告了 包括那個業主流發團 那個發展商啊 那個酒樓那個時供擁有人啊 清拆那個機構啦 嗯 還有那個管理公司啦 和業主流發團啦 嗯 好了 如果應用於這些像Mura來講呢 那看來呢 這個調查報告裡面講的那些 就是租引人啦 單位啦 就是負責安裝那個啦 那個工程師啦 等等 個個都有他每個階段的責任 嗯嗯嗯 那麼這個報告呢 就很詳細的 如果大家去論一下的話 在谷歌那裡呢 你可以一查呢 Mura Incident 就可以找到那份很詳細很詳細的報告 那阿菲又想問一下你 過去呢 發生了一些意外呢 那份的調查報告呢 都不拿出來給公眾去看 是啊 沒錯 就是 就是這樣的 勞工處的答覆就是 基於一些的私隱啦 或者是一些商業的機密啦 那他們呢 那個責任就 就是他們就不可以 將這些報告呢 就放上去 就是公開的 但是呢 其實我們去想回就是 將一些私隱的東西隱瞞了 隱瞞了它啦 遮住了它啦 所以商業機密那些遮住了它的話 其實就沒有用 有一件事件就應該詳細講出來的 沒錯 其實對公眾也好 知情權也好 對業界去防止同類的意外發生 都是一個好事來的 所以這份報告呢 一個是好的先例 就是其他的事件那些報告呢 應該都是 但是蓋了那些叫Personal Data的東西呢 都應該公開給我們去看到的嘛 是的 那樣的話呢 可以看到它的其中一些的 整個來路去問 沒錯 那 好了 那這裡呢 又要提一些改善的方法 就是要去看 好像MIRROR這件事 有什麼改善呢 就是查米工商團隊 首先當然是不可以將一些資料去隱瞞或者誇大 因為它現在牽涉到就是詐騙了 就是它將一些不恰當的資料擺上去呈交 而裡面當中牽涉到一些角色就沒有做好自己的本份啦 一些專業人士為什麼可以閉上眼就去批這些東西呢 就是這次應該要殺一警白了 是啊 沒錯 就是告訴大家聽呢 每個人都要做一個叫做公開 就是你符合你的專業的角色 是 你做一個崗位的責任 是啊 沒錯 但是呢 就回到安全上面講 有兩條條例去規定它嘛 就是去看看它有沒有違反 一個叫工廠及工業經驗條例 一個叫職業安全健康條例 那在舞台事件裡面就沒有辦法用到 較嚴重的那個工廠及工業經營的 因為它不是一個工業的場所 那只能夠用職業安全健康條例去做 但是有一個的限制 就是那條條例其實就是規管僱主和僱員而已 那當一些所謂的專業人士 或者僱問啊 工程師啊 各樣 它不是under在那個僱員的身份 第一次它是顧問來的 你是顧問來的 那些叫做獨立判頭 Independent contractor來的 那它就不是在那條條例裡面被人告到的 所以它現在就under這個common law 是的 沒錯 就是它疏忽 是的 或者警方現在告它 可能有些欺詐那些 那些刑事的 是的 之後這樣去告它 我看到它有一個建議呢 有兩個都頗有的新的 第一個就叫做auditing 就是說找個第三者的獨立的一個auditor 它每一次就去看一看 抽查當然是 抽查一下 這次弄上那些安全的情況 它不是本來有些公正行人做的嗎 它就是要加一個第三者叫做third party 因為之前都是自己測試自己 它會建議這件事 那另外就是 每一個的單位那些機構 就要分工得很清楚很仔細 那這些說這些事情 都是媽媽是女人的 正正就是我們現在沒有做的 我明白你覺得這件事 你覺得有些什麼事情要改善一下 你記不記得南亞海南 十年都沒有正式調查過 給大家看那個報告 是啊 這麼多年 所有的報告都沒有看過 所以這件事呢 這次都沒有報告過 現在是警察告訴你 它查到罪案 其實整件事的責任是怎樣呢 算不算有個清楚交代呢 那我看它呢 因為現在拘捕了六個人 在刑事那邊呢 我們暫時是看它 遲些有所跟進的 因為它那個位 現在我在講技術上 涉及詐騙 那詐騙是完全另一件事 我當你是 就是有人騙錢 課不對辦 是吧 這個報告有講它其中一個詐騙 就是它申請的場地 它填一張表 它是完全符合了那些東西的 嗯 那頂著當先 就是先騙著 拿了一個訊息 拿了一個訊息 那你說是一個 真的做就是另一回事 那你說 那我們如果是普通關注入場 我完全不知道是什麼事 是啊 我可否試這個為一個初步的報告呢 因為勞工署還會再查 但是當然一進去那個位置 就是它不公開了 嗯 那就要透過一些壓力了 是啊 所以非正位是講得對的 就是所有這些報告呢 現在新時代呢 你也要將呢 那個私隱條例呢 當然 去查了那些個人資料的那些東西 那個事件本身 就應該公開給別人去看到 那麼 由公眾去多一些監察去提出那個改事件 嗯 那麼 我們講一下另一件事也一樣 比如說地鐵那件事 我們一向都叫做地鐵的 因為我們以前呢 小孩子呢 兩個年代 還沒合併之前呢 是 我們都是叫做地下鐵路 圍著你建造的那時候 現在就是港鐵了 那麼上次呢 上個星期日 13日那天 在淫麻地那裡 他卡到一些東西 那麼就 卡到那個門呢 那些東西呢 那麼就出了鬼了 嗯 那件事呢 我最深刻的情況就是 車尾呢 他出去了 那些人呢 那些人呢 自己走啦 那樣子 竟然呢 就是 走了去鐵路軌那裡 那樣子 又出回來 那個過程中呢 隔壁呢 是有個觀塘線 那裡 竟然有架車 他在旁邊經過 哦 很霞煙啊 我們可以嘗試想 我們就說有兩條 哇 那兩條鐵軌 啊 那樣子都要看啦 兩條鐵軌 那樣子 這邊是一個鐵軌 這邊是一個鐵軌 那你這次呢 如果是有兩批人呢 一起去 一批人走這邊 一批人走這邊 那有一批呢 在那個路軌那裡 那就很危險了 是啊 隨時坐過來的那輛車 那我突然想起 王八呢 上次那一宗叫 南亞海南 是啊 這次這件事呢 很幸運沒有發生的 就是這個地鐵的 哦 的那個 嚴重的事件 嚴重的事件 更加嚴重 這次呢 就是天有香港 它沒有發生這件事 因為那些人呢 很幸運呢 就是去一個 是沒有車來的 如果是當時呢 有些人呢 特別是小朋友啦 那些老人家呢 走去另一條的路軌呢 那就是不堪持上去 因為其他人呢 會跟著一齊行的了 那是從這件事 這件事 其實是講到緊急應變的情況 為什麼這麼多這樣的情況呢 是不是有些什麼問題 大家試試 啊 你直覺你覺得是什麼問題 它通常那個真的問題 我想最終都不告訴你 哈哈 就是它會 它說金屬疲勞 那所有金屬都會疲勞的啊 那誰不知道金屬疲勞 什麼 它應該有行常的檢查 繼續的嘛 你說地鐵吧 你說金屬疲勞 MIRROR的事件 它就說那裡是金屬疲勞 因為它是 地鐵這裡 那裡是另一種的金屬疲勞 那裡就抽了水 就是重的 它就報輕了 所以涉及詐騙 騙了一個保證 那就叫做是有一個知道什麼事 至少 但是地鐵那個可能是 最終根本不會告訴你 就是如果告訴你 金屬疲勞 是因為那些東西 MIRROR 那這樣就有政治後果 所以它就選擇 其實它都應該做一個 好像很詳細的報告 他說他成立了調查 那個報告應該有個詳細公開 應該要向公眾交代 要向這個 康文署這個 學習 我們應該是 迫使那個部門 其實都是參考這個情況 因為它的意思就是 公眾很關注的東西 就應該將它的資料公開 現在在新時代來說 那就是 今次這個講字事件 也是應該用公開 是吧 你說一下公開 我就想起垃圾槽事件 是的 那山景村那件事是怎樣的 你說一下給大家聽 山景村的垃圾槽 是的 那個意外其實就是 在2021年發生的 那就是一個工人 是一個清潔公司的工人 是的 他就負責倒樓 倒樓就是將那些大型的 就是住宅的垃圾 倒樓那裡 最終他就被發現 通過這條槽 就跌了去最地下一個垃圾桶 就過了身 就是他在差不多頂樓 35樓 35樓 那些屋邨 我們都經常要加房去到那些 舊的屋邨 都是一個槽 是的 沒錯 他可能真的不小心 或者怎樣卡一卡 自己整個身掉了 是的 但有時候通常這些意外發生 就是他要清理失措的情況 那他清理失措 就是整個人有機會伸進去 然後再找一些工具 曾經都發生過這些意外 就是失重 是的 那麼問題就是當開庭 那又是違反安全條例 最後罰了兩萬元 兩萬元當然是極少 是說罰那間清潔公司 是一間獨立辦公室 就說他就是違反這些條例 是的 違反了安全條例裡面的某些小的例 那就罰了兩萬元 那當時聽到兩萬元 都無言 因為過往一直這樣判都是低的了 但是最令人覺得詫異的時候 就是這一間公司 他提出上訴 就說有一個技術的問題 說阿觀問得太多的問題 就導致他的立場就不夠中立了 就站在另一邊這樣 所以就有一個技術上的失敗 就是阿鶯伯這件事情 就是那個裁判官 就陷入了一個 黎章摔角的軒圖裡面 他問的東西比大狀更多 在這裁判處不深 不是 裁判處 區域法院 是裁判處 是嗎?屯門的 不是這裁判處 如果是他就應該的角色多些 正式審案的官員 又不可以 interven太多了 現在就說他 interven太多了 所以上訴成功了 但我就不明白了 上訴成功 可不可以重審的呢? 就是你現在說的 怎麼會有些技術的問題呢? 但是跟那個違法安全條例 其實沒有關係的 他真的可能有違法的 不是應該再審的 是不是? 理論上是這樣 但是這件事情 他現在的安排 就是我所看的 公司的報道 上訴庭就說 那個裁判官 這次問了幾百條問題 差不多多個大座問的 那個政府的檢控官 就差不多 你問了 那樣的 那裁判官做了他的角色 那上訴庭認為 那裁判官是這次的 就不對 那應該重審了 那他就把這件事 就當上訴得正 就是那間 就放了這個清潔公司 那一萬五元 根本就不是問題的 就是給你眾籌很容易幫他籌 但是你一條 不是給他的 就是那兩萬元不是給他家屬 是給政府 是給政府 哦 其實應該要有些刑事責任 有人要坐牢才可以有阻嚇性 就是你說刑事 是的 本來就是 就是條例裡面有坐牢的 不過很少罰坐牢 但是竟然連那兩萬元也沒有了 就是罰款 認識的罰款也沒有了 是認識罰款也沒有了 是的 所以現在這個情況 那件事呢 其中有一個責任就是 那個地方不安全 但是那個垃圾槽呢 其實那個設計呢 本身是有問題的 是的 但是那個垃圾槽是屬於房屋委員會的 是政府的 他賣斷了整座樓 他不認是他的責任了 所以是這件事呢 都有一些少許可憐的 其實那裡看出一樣東西就是 打工仔呢 就是在工作過程中呢 遇到很多的意外 嗯 其中的一件事就是 安全意識很重要的 在不同的地方都有這樣的問題 那麼那麼多的事件來講呢 我們講一個天秤那件事 那件事是之前 又是這樣 那我竟然是下面都不穩定 整個宣傳都掉了下來 那件事現在的進展就是最新的 現在其實都是 工廠公署在做那個搜證的階段 那半年時間的 條例是規定可以有半年時間的搜證 那又是看看有沒有一些 違反了安全條例的事情 就可以去排期上庭 那件事是進一步的 進展我們第二天 找阿菲來繼續講 那在這麼多的意外 只好我們不如去到 那個未來如何去改善 工商協會在這方面 你們的感覺是怎樣的 就是很多年了 林秀康那人我們已經認識他了 是的 陳錦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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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秀康的大律師 陳錦康就是剛剛上天了 就是我們這麼多年聽到這些事情 搞這些文業好、街工好 我們節目做這些例子 但是有些事情好像是基礎上是沒有準備改變的 你一直糾纏在這些 就是法律裡面的責任的問題 但是 就是我想你們那個 你們那個關心就是 怎樣是根本上改變這些不好的現象 那你們覺得 就是 你問我呢 我就說兩邊都是賠償加強 就是呢 刑事賠償加強 比如阿Mo這次呢 你簡直是要罰那間公司 是吧 那他們自然小心 他不會你推我推 坐牢的 這樣 那你 那些人其實一向都坐牢的 是不是啊 律師 就是不一定 就是涉及有Floy那邊欺詐那些事情 當然要 可能要浪費警察 你差不多搞出人命了 可以的了 但是你從來又不見政府 什麼個案子都好啊 因為刑事疏忽而告 真的有沒有 有 不過呢 最不幸的呢 原來是罰僱員的 坐牢 嗯 曾經有一個案子 就是那個清潔工 他就在那個升降台 就是那個車 就是那個責任給了那個僱員 給了不是走了 不是過身的僱員 是給那個司機 是的 那個司機開車 就是那個上司 或者同事 我不知道 那個受害人的上司或者同事 是的 他們的疏忽 就是即時監禁兩個星期的 但是呢 以往床外都沒有見過一些 可能僱主啊 承建商那些違法安全條例 即時監禁 見過是換刑的 嗯 一年換刑 那些最嚴重的你已經 是的 你問我 比如你要解決這些 以後叫他們小心 比如南亞海蘭那樣 你不就發覺少人高支一億 你發覺少人高支一億 以後就包你沒有重量事件 所以現在政府就是 你覺得那間公司 你搞了這些事情 升降了好 你這間公司是要釘牌的 以後不做了政府的工程 不接得什麼的 你就不會有這些事情重複發生了 不過這次都 都賺一下政府那個做法先 天證事件呢 它馬上停了那個承建商去投標 一年 嗯 一年了 一年了 好過以前沒有這麼迅速的 沒有啊 以前沒有事 所以都叫做有進步 但是希望繼續 尤其現在立法會審議那個增加罰款 那樣東西 嗯 現在講的50萬而已 最多 但是罰來罰去多幾萬元的 就是一個意外 那當現在提升到嚴重 可供數據是一千萬 一般責任參法萬 那些僱主都牙痛 就覺得又說會倒閉 又增加經營成本 但是你不罰重些 怎樣去成為一個教訓 去給他們去防止下一次意外 但是當然我們都認為 不是說只有罰字 就等於解決到整件事的 那一定是多管齊下 又要想 要立法去做一些的設計的安全 就是譬如設計 就考慮了日後的建造和維修的安全 就是把安全真的擺在當中 而沒有做好的一些的專業人士啊 老闆啊 業主其實全部落水的 那還有就是安全教育 我經常覺得安全教育 我們現在來來去去就針對一些工人 你要戴安全帶 你沒有戴好 那我就跟你去講安全教育 但是其實誰接受安全教育更加重要呢 一定是老闆 或者是有權力的人 如果他們重視安全 你不用說 我都給幾百萬去投放做安全 或者我看到工人有些不安全的行動 我叫他們停工 那個成效一定大過你 只是跟工人說安全 是的 所以這次你有一個新的小進展 就是這些報告呢 應該是公開類啦 還有就是要考慮加重刑罰 沒錯 這次來講呢 就抓到有人有問題呢 那麼這個社會的教育呢 就要灑在警白啦 可能啊 昂八還在講呢 就是看你長語來講 我們的長語是 這條例那個要加重刑罰 是的 現在立法會在抓著報 哈哈哈哈 做百多條條例 就是百多條安全條例 百多條不斷審 是的 現在是他們拉過的 是的 我希望快點可以通過了 那麼他們都要 要來行他們的職責 現在 看看他們懂不懂他們立法 那麼以前有一個人的說法呢 就是 為什麼菠蘿包沒有菠蘿呢 菠蘿 雞尾包也沒有雞尾的 那麼這些安全的事情呢 就不夠安全了 嗯 那麼在這方面呢 我們今天是 好不好 但是講到這裏呢 那麼我們看看那些網民呢 是不是 是的 很多贊成我 菠蘿小姐 你好像沒有正式介紹 有沒有 哎呀我開頭的時候 可能沒有 是啊 我們開少了 阿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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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他有些聯絡 他之前是陳錦康 陳錦康呢 就是前一陣子就上了天堂 嗯 他已經是我們這樣理解 就是他鞠躬盡水 是的 絕對 那麼他就將他一生的青春 貢獻了工商的議會 為了很多工商的工友 爭取了公道 那麼現在所有的NGO呢 都是面對一個資源緊絕的問題 特別是疫情之下呢 大家很多事情都是繼續咬牙筋去做 是的 那麼現在剛剛疫情好一點 就有個籌款 沒錯 我們就嘗試賣廣告 謝謝 這個是好東西來的 那麼大家呢 就是有錢出錢有力出來啦 買一支旗啦 沒錯 再介紹多次 我們工業商亡團 是的 蕭士文阿菲 那麼我們 其實我們的資源呢 就是靠一些公眾籌款的啦 因為我們沒有政府射水喉這樣 每年給一些錢 大筆的錢我們 那所以呢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啦 12月10日 星期六呢 我們有全港賣期 那你見到街頭 有些期待 好 這次賣期是真的 這次就不是那些 這次是見的 還有記住我們是工團會 不是工聯會 工團會 工聯會 工聯會你就不清楚 是的 每次呢 有工商事件 我就看到阿菲呢 就和他的同事啦 有時候都是一起 是最早到場的 然後呢 就那件事呢 就做出一些初步的觀察 還有一些的 叫政府來做一些改善啦 還有最重要是和家屬同行 是的 這個家屬去面對災難的時候呢 就是要有些NGO 這樣做個心靈的陪伴啦 那所以這些工作呢 都是 大家都是 小小的責易承受 這樣支持就得了 那留得在香港的 我們做這些NGO的工作呢 都是很值得佩服的 是吧 我們這一節呢 就是講到這裡先好嗎 我們繼續呢 有另一個話題呢 我們就 阿菲呢 謝謝各位 是的 他繼續做案子了 沒錯 好好好 謝謝兩位 謝謝阿菲 謝謝各位聽眾觀眾 是的 後會有期 後會有期 是的 我們這一節呢 就到爛尾樓的問題了 那我們呢 就想請一下呢 一個 找到一個爛尾樓的一個 他們有個關注組 一些的成員 大家聊天而已 我們請兩位 或者兩位上來 是的 好嗎 那麼我們去吃了 有沒有這麼小的椅子給他呢 用圓椅吧 他好一點 帶圓椅過來 這個放了嗎 是的 拿個圓椅 簡單給回郭發 好嗎 那麼我們是很容易的 是安排的 是的 歡迎歡迎 還有廣告 過場那些 是的 不會的 好像很多時候 所以我們這個 是的 那我們請到爛尾樓的兩位的朋友 來和大家講一下 等一下 有多少人坐 坐來 好嗎 好了 不要緊的 可以坐在這裡 你用完椅子 中間還有很多位置 放心 你看 你進了鏡子 這個位置是你來的 是的 進了鏡子就可以了 我們可以 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那我們可以再後一點 阿基哥呢 你也可以的 我們是 還沒見到 你那裡一定見到 你那裡闊一點 我可以 不是太高了 是的 可以 是了 adjust一下 好 那我們就繼續 這一節 因為我們最近看報紙 就發現了一個問題 那就是一個難尾目的問題 那我們還沒開始說之前 三位介紹一下自己的名字 容易一些 或者你的簡稱 那我左邊先開始介紹一下 我叫阿Keng 阿Keng哥 對了 阿俊 阿俊 我是上邱 哦 有位 我不用鏡子 我不用鏡子 OK 沒問題 講到話就行了 是的 講到話就行了 謝謝 阿岸伯你 這位 不要緊的 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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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聲音 沒問題就行了 好 那我先點一下提醒 最近我們發現一個民生的問題 就是 有很多香港人收到一些推介 一些廣告 一些中介 說 買一些樓 去大陸買樓 最近有幾個 就是 應該去到中山 是的 中山就買了這些樓 我們不如給你們幾分鐘 講講那件事件的情況 大家知道 你們是香港人 要去大陸買樓的 我買了個藍尼樓 還買了 那我就行了 是的 或者是 中間 你說 我們把鏡頭移到你那裡 我動過 好 你講 因為我們有時候看到一些平台 介紹不速 介紹 這個 這個不用了 介紹一些樓盤 說得很好的 賣出來 當然很好 因為你不會買 第一年有8%回報 第二年 第一、二年有8% 接著第三、四年 就又加了9% 那賣的時候 它跟你說 寫出來和說 它都說 你8年至10年 你已經可以回本 那很吸引 到當時的現場 就是 敲鑼敲鼓 好像別人心開張 很多人 人頭湧湧 爭著買的 那它就這樣下了搭 但是買完之後 根本這個是一個詐騙的集團 專門是欺騙我們的人 原來它那個不是新盤來的 是一些舊的改造 然後就包裝了賣出來 它用幾千萬買進來 賣出去賣了幾億 但是騙了我們之後 還要騙我們去珠海簽一個委託壽團 那我當時就說 爲什麽要簽一個委託壽團 還不如你賣了我家屋 就說 我們是怎麼會呢 我們是幫你統一過戶的 幫你們做這個手續 那我沒有辦法 那就做了 做完之後 後來才知道 原來它將我們那些物業 抵押了給他們那些全國私人的名下 那就是騙上騙 變成好像是一套兩賣 那如果追到的錢呢 首先將來就是 逃到最後才賠給我們 就是抵押的人 就是比我們還好 那我們根本就沒有錢追得回來 那你說這些是不是 現在這個年代 還會有這樣的事情發生 我真的不明白了 我們是很愛我們的大中國 但是好像呢 縱容了這些這樣的詐騙分子 給他們機會去騙一些老百姓 我這樣我真的是 很不明白爲什麽 那個法律是保障他們 不是保障我們 Ken哥和阿俊有沒有補充呢? 你們這件買了的 買的好事件 我們買的那裏呢 就不是在中山 就在橫琴那邊 橫琴那邊 就是橫琴那個口岸 澳門就在對上那裏 橫琴口岸那裏 因為我們一直都聽說 橫琴那邊很好發展 叫我們回大灣區 那我就上去看了 那就選了在橫琴口岸隔壁 其中一個樓盤 那些是新盤來的 新盤來的 而且是一些央企的樓盤 買了之後 他一開始就用雙住形式這樣包裝的 賣給我們之後就簽約 簽約但是他又寫著是寫字樓 那我就問他 爲什麽是寫辦公用途呢? 那他說不要緊啊 你那裏有份裝修合約 裝修合約寫明有廁所有廚房 那你喜歡怎樣用 你自己決定的 那簽完那份合約和那些裝修協議之後 那那份裝修協議又沒有給我們的 說拿去公司簽名 就只是給我們一份合約 那後來到19年尾那時候就說 本來是交樓的 但是就交不了 跟著又叫我們簽個另外一份 就不由那間公司 就說我們當我們委派了另外一個裝修公司 去處理這個室內的裝修 那我們不肯簽 那結果搞了一整年呢 他就出了一封信 就說會按這個合約 就算回那些違約金給我們 就是爛了尾 爛了尾 爛了尾 是啦 他說他還沒趕一次交 遲些交 到22年6月交 那就說期間會按合約就賠償 怎麽知道賠了一年之後呢 那就沒有了 就是到去年9月尾為止 之後都沒有賠割 又沒有賠償 樓又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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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不知何時交 後來還發現呢 原來因爲它那些辦公樓呢 政府又不給它那些來去水 所以連那些渠都沒有 那些排水渠都沒有 那麽現在就錢又沒有賠償 又又不交又又不知何 又不知何 就比較旁 這個阿俊 阿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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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带回这个发展的概念 但是那个不是现楼来的了 已经建好了 但是未能进去用 未能进去用 我们买的时候其实已经差不多封顶了 我们当时也有点担心 我们也有点担心 所以我就做回银行按揭 希望银行那边帮我们买惯 那他后来又批款了 好了 那我们简单介绍这些情况之后 那我又找了一个处理这个烂尾楼的时候 有几十年的经验 几十年前的经验 冯剑基和我们开始在这儿讨论 大家试试去讨论 这个是专家的 这个是有经验的 那我过去也有协助一些烂尾楼的那些库主 上去国内就开会讨论一下 不过现在你的情况是新时代的 那要处理一下这些事情 现在很复杂的 那我们就请一下冯剑会说一下你的情况 那遇到这些情况有什么解救呢 当然我们九个年代开始帮忙做的烂尾楼 和现在这个年代所说的烂尾楼有点不同 那个年代的烂尾楼 因为刚刚经济改革开放 那就变成了内地的县市 它都可以有一些窗口公司 那这窗口公司是和一些发展商 就合起来就变成一个新组合的公司 然后就起楼 那起楼的时候呢 于是大肆宣传就叫人买了 那有些的园长啊 市长啊 甚至省的高级的官员呢 都提指 就是说这个屋里漂亮 这个屋里好等等等等 那就是有些的广告呢 又在香港卖了 又有些好像领导人都觉得 撑这个撑那个 那香港人就走着去卖 那但是呢 那个情况就是 当你给了钱买了它之后呢 它原来拿了这些钱呢 就不是去建那些楼 又再去投资另外的东西 那怎么知道到 我估计是应该九二、九三、九四这几年呢 就是内地做一个宏观调控 一宏观调控就是在握着嘛 握着就出现了就是爆煲了 爆煲你不够钱 那钱是不够钱的 它这么多不同的投资的 那就出现了难尾的问题 那难尾就真的建不了 你刚才那个难尾就不是建不了的 是买卖过程里面 有些苦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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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当时的难尾的楼呢 就是找了现在建制派最大的党的一些议员呢 帮忙的 那些人都有帮忙 那后来就推动到呢 是省政府成了一个专案委员会 所以那于是呢 那些议员就说 有省的委员会搞定了 我们不再做了 但是不再做了 但是他们原来 完全没有任何其他的联络 和资会 怎样搞呢 老鼠拉龜不知去哪里找人 帮忙做事 那就走到来找民协 那我们那时发觉呢 是有两个问题 第一 你走到委员会之后呢 这班人呢 是没有办法去省 看到这些委员会 和这些委员会 和这些委员会 讲我们的问题 那怎样可以能够 知道这个委员会 看到呢 建制派 现在的建制派 当年的议员呢 都不想握 或者不敢握 于是找我们去民协 那我们觉得民协当时 有几个想法而已 策略上 讲一些策略 大家参考 当年的策略 大家用不着 第一个就是 香港有没有人 有没有公司 在这件事需要负责 如果有 我讲我当年的case 如果有的 我们就要judge那些人 譬如说 他在导卖广告那些公司 有没有办法呢 买一些假的广告 第二个就是 给了钱收不到货 第二个 很多的 跟内地的所谓 窗口公司合作的 是有香港的一些公司 跟他合在一起做的 那这些公司 是不是有责任呢 第三个就是 当然这个内地出现 南美楼 当时的新华社 就是今天的中联办 它是联系香港和内地的 那它又有没有责任呢 那第三个就是 内地有没有什么部门 负责这件事 既然出了一个专责小组 那于是一个专责小组 一定有责任 那于是当我们找到一些的 所谓的对象之后呢 第一就是 业主呢 自己那个盘呢 就组成自己的业主的会 再百多个业主呢 就组成一个总的会 然后就去处理这个问题 那当时我们问你们去帮忙 第一就是请那些 每个业主会 针对你自己那个业主的 那个花圆啊 什么盘呢 你追你自己 那个卖广告那间公司 它跟内地对口那间公司 那间公司 你就去香港追它 那出之做到呢 差不多每个礼拜天都走去它 他们要敲门啊 请勸啊 麻烦你付钱我啊等等 第二个呢 我们的帮手联系 新华社 当时新华社不肯见他们的 那最后做到有一次 我知道是廖成你都可能记得 我们有千多人呢 就游行去新华社 就请新华社见 那新华社 鸣了个几两个小时了 你讲90年代 90年代 94年 97年前的了 28年前 应该是 如果我记错 就是九四年 九五年 这两个年 那维着之后呢 接着他最后出来跟我们说 好了 我们每晚见千多人的了 你们找代表见我们 这样 那意思就是 那次是之后的第一次 文协家园主会的人 就见新华社 那新华社就是 你给了些资料 我帮你 反映给上面的那个专质小组 那就是唯一 但是这样 三四个月之后 没记得回来 那这些小组就觉得不太行 我不可以逐个情况仔细讲 我只是讲这个重点 然后大家考虑一下 这些的做法 是不是现在都适当用呢 他讲了九成的事情了 不如我们应用这些今次 现在发生的事情 刚刚用呢 我们第一步先从香港出发 那这件事情 中间有没有一个 任何香港的 某个中介公司 在那儿不断买广告 吹嘘那些东西 叫你们买 还有没有犯法的 这些人 买广告 我们去个地監伏投诉 他就说 会跟进 要调查一下 我去过两次了 有结果没有呢 没有 继续追 追到他要尽快给结果 是的 我们那时候死乱追的 天天都要有 因为我们都要百个盆 一个盆 一次都要百次 我们已经截了图出来的了 就是怕它会生了 截了那些图出来 就是你去了这个银监 地监 地产监管 地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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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它是有责任的 就是某一间中介 上市公司 就是有责任的 是的 是的 你这样卖广告 这样吸引很多人去看 你有没有试过证监呢? 因为所有投资广告 都有 都要证监批才可以在香港进行 所有投资的计划 investment project 就是两个监你都要去找去 地监和证监 看看他们那个 是不是属于他们 因为你没理由在香港做任何宣传投资的事情 都要经证监会 就是证监会要批的 如果可以参考我们那时候的做法 就是两样东西都要去 政府部门要去 政府是哪个部门呢? 证监会是哪个部门呢? 证监会是哪个部门负责呢? 有啊 去了 另外就是那间的发展公司 就是那个负责 卖给你那间介绍这个扶盘的公司 譬如他们是某某公司的 我们当时衰到有些公司 就走了路 立刻关了门 关了那间公司 那你追不到 但是它如果现在仍然存在的话 你就去找它 他是在大陆过的 香港有没有 我先说香港先 香港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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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做不到第二个 还是那间地产公司 一旅宣传 地产代理公司 就追地产代理公司 而现在地产代理公司 是香港的上市公司 就是要追地产代理公司 就是要追地产代理公司 因为告诉你 追得多的话 你地产代理公司 自己的声望都会跌的 原来你处理卖假广告 你给假消息 你哄香港人等钱下去 你以后不用负责 他经常说我是珠凯的 跟香港没关 那间公司是你的 你管什么 如果AA 他有AA 你也有AA 所有孩子赚了钱 最后他有份分的 为什么不关你的事 他有一次打来 就给我们的僱主 就说跟他谈 我以为他有机会 跟我们谈 谁知道约好了 打了个电话 因为那个爸爸不太懂得说话 他打来 他说了一大轮廢话 他意思是说 我是代理的 我不是卖给你的 你就算看了这些宣传的 我都是代理的 我现在帮你 找个建筑商帮你 他说你 那个建筑商 他们是有条例 是要你们 你可以帮他签名 做那个消防侯 意思是说 将他会给你 那我知道这件事 我就跟他说 我说 消防侯的钱是凍结了 你叫他去签名 解冻那些钱 就是连那些钱都想拿走 我说你是不是人 我又觉得 他说什么 有他说什么 最重要就是 我觉得你最后 你要负责 搞定整笔钱给我们 他现在就想推下 你都不理 你知道的 不用理的了 总之我天天 我也都不理你 你卖什么广告 你是不是主要的 那些投资者 因为你卖这个广告 这个广告是哄了我们 就是给你拿走我们的钱 你就有责任 承担你的责任 你不要去说 你问我 如果你有多少个本 都跟他有关的 跟他有关的 至少有十个八个 每天都去 每个月都去三次 每天都去 当然你要守法 就是符合香港聚集会的法例 比如四个人 十二个人 我就不要多过这个人数 就站在他门口 那些人走来走去 说得不好听 你都丑了 他叫了一些军装在这里 你不犯法 他不拘捕你的 总之我同意再说一次 在合法的情况之下 做你们的和平请员 要他扶回责任 昂白刚才说的是 银监 政监 政监 地监 都照去 这两个是 三个地方 有什么责任 每天去 除了这两个 你要十个楼盘 香港政府这么多的律师 现在律师十三局 这么多 哪一个是有责任的 但是现在是不是经济商务 我不知道 工商局 叫你们上大湾区投资 鼓励香港人上去买房子 商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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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属于下誰 商务 不是 那些是商务 它自己是独立注册的 不不不不 以政府来说 是 其实就是财政师 是财政 是你的经济发展的问题 我们看看是否 商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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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务和经济发展局 商务和经济发展局 你找对对象 你们自己看自己夹时间 如果不是每次都要12个人 我两个人都可以的 甚至一个人都可以的 我每天都会有一个人站在那儿 每天都会有两个人站在那儿 就会有两个部门加一个 其实还有一个更好的单位 你们可以每天去烦它 立法会 议员代表香港的利益 找一个经济发展的委员会的主席 总之你所有 跟香港有关的事都是跟立法会有关 也都跟政府有关 那你政府有人民代表的嘛 政府不理你 你跟着你就应该找人民代表 怎样都在代表着你们的嘛 如果你们在立法门口吵 天天吵 你就不需要说 因为你不如刚才那个水喉那些 你推我推 我怎么推什么呢 你作为普通人 我就是信政府叫我们回大阪区 而这些这样的楼盘广告 这些大阪区那个我们 你分分钟那个节目前 他都会弹一些出来 珠海那个最近很多 就是这些你政府完全容许他这么做 又鼓励香港人上大阪区 但是这些这样的基本保障 你是政府 推不掉的责任嘛 还有一个 说多一个就是红星的二行政会 行政会议开会 他好像八点半 九点了 你就站在那里递上 每个礼拜都递 是啊 直到他有一个成立某一种的 和你们解决的嘛 你不用他 总之你和我解决一个问题 这个调就很简单的 那我们香港市民嘛 我们去其他地方投资 你鼓励的嘛 你不是加拿大人来香港 如果加拿大人来香港 私人来香港搞投资 那你都不肯了 就是你没理由这么容易 有什么事你都没理由问香港政府 但是大湾区是现在你有香港政府的政策 鼓励那些人上大湾区的嘛 而你们 是的 上一颇手买楼的 买楼的嘛 投资的嘛 那你叫香港人去投资 你就这么爽 有了事 你完全不放手 其实你们一个很好的例子呢 是提醒香港人小心 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提醒一些官方的人员 包括国议员呢 你不做好这件事 你怎么教香港人去投资 不是 还有他们是有责任的 我们自己买那个横琴的楼盘呢 就有点点不错 他就没有在香港宣传 我们就经国内 但是呢 因为那个是央企 是香港上市的企业 那我就曾经觉得 他的消失手法很有问题 那就曾经写过投诉信 去港交所 投诉他那个企业管事的问题 那后来他就说可能 可能他会调查 但是又不会告诉他们 之后又不知道发生了些什么 那就是其实他是不是有责任去 有 我就觉得你不要理他什么责任 他有没有责任我们不知道的 总之是你的公司是有份 你是他的儿子 或者你的父亲也好 你就要负责 就算你不是你给钱我 你要内地给钱我 你都要帮我手搞定他 所以我就觉得 刚才我说的那几个地方要去呢 你们都要去 你上市 你内地是有同样的公司 无论你是直属关系的时候 你就要负责了嘛 你不是 那问题就是 如果我真的天天都打着牌 你骗了我们的钱 你卖假东西 或者什么什么 喂 当然 不要 我们说话要事实 不要让别人说 你委谤 这样的时候我觉得 他付出的损失就是他的名誉 就是这方面要多劳多德的 你记住 我们当年是一天都做的 那几个还要问一遍 就是新时代来了 新总理可能三个月左右 会出来的嘛 这些情况 应该将你们的案子 就给香港来说 中联办 上面来说应该是港澳办 他应该有 我觉得几个地方都值得去 我们上市去过 那时候去新華社 现在是中联办 第二个就是内地省政府 内地省政府 它是有一些上房住的 那当然我不知道 你现在去到是不是要5加3之内 那不就要一段时间 很多年前去过了 多少年前 现在还没通关 我们当年做了12年 我们从94年开始做到06年 才处理了有些收获 所以要经常去 那我们是 我多说两个 就是差不多抗战那么久了 我们试过是200多人 去省政府上房 200多人塞了门口 麻烦我做个案子 那你要上房 你要接待我呢 你是责任 接待我的 那之后来做到呢 就是那个专责组的主任 是见我们每一个楼本的代表 谈完之后呢 他下令下面每一个原市有关的 的建设部 跟我们的楼本谈 如何卖尾 我们争取到一个这样的直接对话 那我就觉得 原市政府呢 都要去的 那问题就是现在 唯一就是那个清零的问题 令到你们可能有困难的 可能明年今日呢 或者后年今日呢 有机会就去 通关到的 上房 我们不是请愿 不是抗议我们去上房 但是哪个有空的 哪个有时间的 有十人百人 一百人 都一起去上房 但是你有心理准备呢 当你去上房的时候 有人跟你聊天 叫你跟他们开会的 那都召开 有会就开 我们是由12点坐到5点 才有人出来说 我们主任愿意见你们 然后聊到晚上8点 那时候 基哥去开春会 我在后面帮忙写记录 所以你看到那个情况就是 因为现在你们民间的损失 是他们有些政府部门的人 可能有关系 还有他们的政府 同意了的公司 做了一些有欺骗成份的行为 我想说 其实他刚才那个是很明显的欺骗 诈骗 就是你一个楼盘可以一鸡梁尾 是的 把你买了小猪 把他去按上罕 还没得你同意的 他拿了你那个权益去做案 就是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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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秀权那个 是说帮我 转我的 骗你签了名 总之 他是说明是为我搞这个防产症 是的 那你簽了名字是麦珊琪,被他判了 Kent哥呢,有没有补充你以后的争取情况是怎样的 或者有什么,跟香港人说一下,小心些什么 现在希望那个发展商正视这个问题 因为我们有群组在大陆微信那里 好像也有六七十人 应该 大陆的人佔得多些,我们香港人也有所知六七个 联合行动,中、港、虎主 那也可以双面做,两面都做 有,他现在约了好像29号去 市政府,省政府 现在那个发展商就在那里吵 所以我觉得是要立体式地去进行的 民间的哪个公司哪个人 中介公司他有份碰过这件事的 有份所谓出一些不正确的宣传的要去 第二呢,那个院士的市去做上访 第三就是省政府,省去上访 我觉得最后呢,特别是将将来的清零政策 香港人加上内地人一起去北京 我问有没有问题 问你们 哦,赞好一点,赞好一点 赞好你们就可以 广告看到的 我听完之后呢,我觉得你们最能够 抓住的有板黑的地方呢,就是 他这样的做法,是欺骗香港人 欺骗投资者,将来会令到大湾区很大势 这个是你们最重要的所谓的把柄 要这样东西呢,如果他们不处理的话呢 我为作为辅助,只要不时去掃苦 大大声掃苦,不同部门掃苦 由地方的愿,去掃苦到北京 就好像,你们看到有套戏 有一个... 赞好打官司 是啊,一路打,打到北京突然赢了 赞好打官司 那是赞好打官司 那是遥远一点 我觉得你... 他现在不用打官司 你抓住香港这班整个唱好的议员 叫我们上大湾区香港人 以及香港政府的官方立场 是鼓励所有人上去做事,上去投资的嘛 那如果这些东西你都搞不定 少许保障也没有,或者拿回公道也没有的 现在那些特别的间选的议员呢 也都是有一些特别的关系的嘛 多点找找他 有关系有问题了 嗯,所以理会的 不用理会的,我也觉得 你把那件事呢,保持在一个社会事件 就不是个人事件了 是 那你去了立法会申诉部 因为如果这个解决不了呢 永远不要说什么中港融合 起码要有一个... 他要申诉部那里 他按摩说得对的 意思是 我们现在是帮他搞定了这个好的营商环境嘛 是 你在过程中是竟然找到这些小猪 那大家就很老了 因为中港融合 特别是经济上的融合过程里面 是很多利益很多东西的 一定的 这个数大到 那这个过程里面 你当有问题的时候 你一定要立刻... 你有法治解决 它政府特别应该要主动地 你去掌握这个问题 从而去找到这个问题在哪里呢 跟内地政府处理了它 搞定它 令到你将来的经济发展更加顺畅 你不以为它不处理 不以为你们吵 政府好像宿龟那样 躲起来 我觉得你们够大声 我觉得你们还没够大声 如果不是今天... 大声就叫痛 我都不知道你有这么多苦放 你要把你这个苦放很清楚 将事实 不要讲其他东西 讲事实 讲情况 我怎样受害 受害的过程里面 有些人出了一二三四六七 我经常有给信 他全部彈回给政制内地事务科 广州 对啊 杨敏哥 几年都是要去 是不是香港政府部门 属于香港政府部门 你说 映映那封信给他 香港政府叫我来找你 他只是负责帮我们 带信去什么地方 他只是你的信箱 是啊 你记得你要分工 你三个人做不了 他现在要分工 以后知道 他已经有四百二十几个案子 交给律师 已经在搞 但好像也很久不久 你更多 在这里更多 我认为我们的经验 最后才会用法庭 用完了 最后 你用完就用得太早 太早了 法庭一定扔你时间 第二浪费你多少钱 第三你还赢 还没有结果 有些赢了年纪都是拖着的 用政治先 对 特别内地的状况 特别内地的状况 是政治先走的 所以你不是用法律先走的 所以最后最后 没有办法才用法律先走的 不过 当然你现在法律先走的 已经赢了 你拿着这件事去搞政治 不是搞政治 是向政治途径去处理 他的意思是这样 就是民生出发 你可以大声声的 因为这件事是为国家好的 为大湾区好的 现在全世界都说大湾区万岁 你现在做了一些不是万岁的事情出来 你怎么会说服香港人呢 就是这样形容他 找梁振英帮你也行 我给他个信 他复也不复你 去他办事处 找到他 他住在香港的嘛 上去碰一下他 山顶的住身 国家领导人 太好了 这些就对了 这些做就对了 梁振英和董建华都给了信 回音 不是 再给 你不要理他 他当然不想理你 他当日我们约新华社 约了两年 由92年约到94年才第一次见面 所以你不要放 最重要你想想放 你不想放 你不想放 你又要弄 你问一下王八这个好些 你尽量各个关注这些层面的 你都要找他 是 就是告诉他 那你们不断挨疼 这件事 还有我觉得你们真的要做好些分工 一个人做不了 做不了的 做你索气 我分了之后 你以后专业帮我逢星期几 去中联办 你逢星期几去哪个公司 你逢星期几去梁振英 应该到门口请他帮忙 逢星期几去立法会那里 就请那些议员帮忙 逢星期二就去行政会 就请特首帮忙 你分手 原来我们六个地方去 班公公公公公公公 我说那些雷曼虎主 你们大家一般人没有留意的 就是新闻的 其实他们日日在不同的银行门口 敲锣敲股 在中银敲到要申请禁制令 搞到这样 结果都解决了 两年那么久 他八折赔了 最重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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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给六折 也还可以再给 六折的时候 很多人说没有了 在议员的时候 长毛说你收了 但是继续追 我刚才都赔了 只有八折 最后九折 最后的方案是九折 所以他们差不多 他们收了个高息 最重要是 道理在你那里 還有繼續他們要發展將來中港的經濟 於是他們不可以不面對 問題是我們逼他們要面對一個實在的這麼多苦主的問題 而你不解決他們的問題是怎麼叫香港和內地再發展大灣區呢? 我們最近很多人給了遞取信 去統一回覆 一模一樣 一式一樣 還是多了一個支援組支援服務組 政府的 香港政府的 壓力還未夠 其實就是壓力還未夠 專門成立 就是給這個組對付我們 給信我們就是這樣 認酬是類的 其實 廣東話叫做認酬 在國內叫做忽悠 對我來說 任何對方的反應行為 只要不是給了時間 你跟它直接談 只要不是有個結果出來 那些你可以不用看 不用理會 不要影響你的情緒 我們只有一個情緒而已 我們要面對一個處理得公道 有一個合法 合理和政府部門有權 去為我們香港人做好將來和內地經濟溝通的橋樑 阿基哥 我見你拿了整個招牌來 你可不可以讓大家了解一下 當時是給大家看看的情緒 有得他 這個可以當時是很新的 這個檔案就是其中一個 有三個 這些是一些展報 講當時的一些地方 我當時寫了一些專欄 寫了十份 就把整個歷史寫出來 就是收了很多稿費 這些 都有稿費的 真的 南美樓 南美樓 你看看 放著 這個放著 放著 這個是 我建議你把所有東西整成 你那本《一條閘路》裡面的一個chapter 很多這些都是展報那些 所以你要打開這個比較困難 好 行了 知道 其實我覺得以前的南美樓沒有那麼複雜 現在 新鮮樓越來越複雜 因為是大灣區融合的問題 那時候是老千來的 因為以前很明顯是官方 起碼想帶動 刺激一些經濟起步 還有冤有投債有主 還有官方就是他脫不了 但是現在已經可以做到 官方 另外一些跟官方很有關係的 自己組成獨立公司 表面上他不牽涉到官了 其次他又再做很多事情之後 透過這個那個 就是第二線第三線 他才去到你們那裡 這時候就給了很多 你要追到頭 就追到你熟悉 甚至可能不知道誰是頭 其實現在關於 不怕點名 關於恆大 就是搞到這些泡沫更加厲害 這個是更加大的一個死糊塗 那時候我記得 我們提了很多建議 給香港消費者的建議 後來就說要精明眼 盡量不要買樓花 我們當然有一個提議 給港澳辦和建設部的 因為我們1992年開始 這個問題就是帶上去跟港澳辦談 1994年甚至是 老平肯建一些太陽城 其中有虎主和我們談太陽城的問題 那談完之後 我們也建議了建設部 那建設部 我們給他建議就說 我們開的這個方式是 你香港人提議我們買樓花的 做了之後就出現這麼多問題 於是我們當時就文獄就說 你看看香港買樓花那套法例 於是我們再下一次去北京的時候 我們將整套買樓花的法例 就給了中國參考 而中國參考之後 就後來寫成一個現在的中國法例 那樣買賣樓花的程序 當然跟我們香港不一樣 但基本上就是懂得怎樣保護那些小業主 那這個就是現在內地買樓花的法例 是都看了我們香港那個法例 而參考出來的結果 這個我覺得在政策上的影響 當然實質上現在出現了那些另類問題 我就覺得真的要找那些公司 政府部門 和你們要想好自己的策略 分工是要鬥長氣 你長氣我又長氣過你 一定比他長命 他的官員過幾年就換 你不要換了官又洩氣 不要換了官又洩氣 不要換了官又說 喂 我不知道 我重新再要看他的資料 不要理他 照找他 照說 現在聽說你們是有個小的組織在那裡 關注著 香港只有十個八個人 香港也比較重要 香港也比較重要 我們很多人 可以聯聯合起來嗎 都可以的 其實我們有時候有些活動 他們有多人 行動呢 你們都要找人出來幫幫忙 去做點事 因為現在我們有時候做一些行動 很少人 有時候很多人 好像有些人想 我不是看到一些廣告的 沒有用的 他這樣想 我不是沒有用的 這個是大家的事來的 是有用的 因為你那個案子 上面根本就是賠不到錢給你的 你一定是要執著這兩點 政府和某個地產代理 我有一些意見就是 不要期望每次都多人 也不可能每次都多人 因為每個人都有空 你記住 有少的競爭的對手 有少的競爭時間 大的競爭時間 就是說平日每個星期都去一次 那一次一個人兩個人就可以了 甚至一個人就拍片 一個人就拿著一個廣告 就是說 講個事實 講我們什麼 可能每一個月 或者每幾個星期 你們要訂立 每六個星期 每一個月 我們有一次集體行動 這麼多的樓盤 可不可以集到幾十人呢 就做一次 就是那幾個對象 這次去這裏 下次去那裏 下次去另外那裏 輪不到去 因為多盤才有力量 是啊 你是兩個盤的人 特別剛才說的那些官方部門 那兩個什麼監會 地監會 政監會 地監會 現在那個政策內地治务局 那個也是 因為他負責 清楚到不得了 不關他的事 不是不是不是 你要給他的力 而且他可以聯絡國內的 他的工作 基本上 你香港人 國內有事就是這個 整個報媒 就是等到廣州的湯小姐 陪我們 請你安排 請你安排 不可以接受那麽官僚的做事 請你安排 是這樣的 就是我們去廣州 就是廣州過來 他沒得見的 你想有什麽信 為什麽沒得見 要他解釋 為什麽沒得見 你怎麽知道人家不見我們 要他安排廣東省那些 如果他說廣州什麽負責這件事 我已經把這封信 轉了給他 麻煩你多謝你 請你幫我安排 如果你有了個名字之後 如果將來清零之後 可能你們不怕五加三的 上去 叫內地那些的苦主 去找這個人 不要不理 他給哪個名字 就是正正的說 香港政府要理什麽 其實現在希望總的那些 通過了 通過了就是你們都可以上去 但是你剛才說內地都有苦主的 有啊 用回內地的苦主 用回內地的法例 強調不犯法 我們不是搏拉 不犯法地去提出我們那個苦放 我們上訪 我們不是請願抗議我們上訪 將我們的苦放告訴你 既然你是負責人 既然香港政府說你負責 所以我要上訪 上天那些苦主 初初個個都很有紅心去搞的 所以現在都不敢搞的 你記住這個是我上次第一代的 藍尾樓用了十二年 你知道為什麽嗎? 他們會去你公司 叫你的老闆叫你 叫他怎麼搞 勸喻他們 是的 因為上面有個法律制 跟香港有些不一樣 夜晚就去你家裡 你要了解這件事情 他有一個沉釁之事的這個問題 喝茶 身體困著你 但是你香港呢 你是向不同的部門 這個請願啊 去講你的苦放 完全符合法例的 所以去內地的部門 香港人是穩陣一些的 所以我們上次都是香港人做的 就不是內地人做的 尤其那些人很怕 不 因為他可以用很多方法去處理內地人 但是他不可以用很多方法去處理香港人 他不敢去處理市政府那裡 那些人知道嗎? 他去來去都是發展商 所以我們那次 我們去到省政府 200多人去 每個人都說要上訪 我把我苦放過 你去拉列的 當然啦 就是怕這些事情 所以我們香港人是有那個條件去做這些事情 他們都說作用不大 但是都要做 要做 所以他們有勇氣 最後呢 就是好像我想起 那個叫做 由八年立那時候 他說 如果我們知道吸煙會引致健康 我就不會吸煙的了 如果你可不可以說一下 不買大陸的樓 你是不是應該是不敢去買這個爛尾樓呢? 除非它有一個很安全的 很公平的一個買樓的制度 是不是? 你可不可以這樣跟我 或者起碼現在有些官方保證 你們買 有什麼事情 拿什麼包底 你要逼這個制度出來 要不然怎麼搞呢? 就是很多人做這個開荒謀買豬仔 不行的 其實現在不是還有 有些人很善亡的 如果這件事情 那些人不記得了 太多的報紙這麼好的宣傳 他們又會去買 基哥你覺得是退步還是進步的? 退步 一個時代不同 又不同 那個玩法又不同 第二 那個古靈珍貴的手法又不同 大家都在升級 所以你們就不可以 你就不可以退步 人家在升級 你就退步的話 你就輸了 所以我就覺得 你怎麼令到這種情況 讓人知道 最重要的是 你拿著就是 公道在我這一方 損失在我這一方 苦放在我這一方 而你香港內地想發展 特別融合地去發展經濟的話 你一定要處理和面對這個問題 你不要解決這個問題 如果不是的話 香港人是不相信你 是啊 那昂白有沒有一些忠告給我們 沒有 香港人買樓這件事 沒有 不要上去買 真的不要上去買 不過呢 我就反過來說 麻煩你 外地和香港的政府包底 就是有人騙你呢 我包底 真是很痛苦 就是你 不知道有什麼渠道 在香港可以幫到你 其實上不了去的 是啊 當波踢啊 不是你說它包陪的 我只坐14天都沒有所謂 哎呀 都信不過 包陪的 一個月都坐 你等你先通關 在酒店一個月都坐 肯定了保険 上面的東西經常會變的 就是啦 我們這些苦主 已經把他的苦 都說出來了 我們有機會去看一下 你們那個進展的情況 跟大家又可以報告一下 這樣好嗎 是啊 還有一件事我想問呢 好像我經常怎麼搞事 如果我想回到大陸 那我困著我 答你不懂 哈哈 這個問題答你不懂 你要遇最差的情況 我都要做 嗯 它不會抓你 因為它沒有權抓你的 困著你 困著我之後 你困著我多久呢 一輩子 一個星期 就是 作為香港人的條件就是在這裡 就是我和內地人的情況不同 第二個 剛才說的 道理在這裡 你可以拿著法庭的判決 喂 我贏了我回來拿錢而已 你幹嘛找我 你都要解釋吧 他找得我不對 我拿著什麼部門 誰決定問我 我又去他上司上訪 上訪 你記住 內地最強的民間的渠道就是不停上訪 我又抽什麼大公司 我不是用法律的方法 我是用上訪的方法 由地方 一路上訪 你不要說抗議 我不是抗議 不要說你的說話 我們不是抗議 我再說上訪 這個是幾千年的傳統 我們是激古名冤 就算是最差的時候 那些有個信訪 我覺得他不能阻止你的 喂 法庭都說我贏了我來拿錢而已 我犯了我什麼事 要找我 你再找我 你再找我 我上訪是你的 信一信 他一定要放我的 有一天 你不要讓他理 除非你一輩子找了我 如果你一天放我 我就馬上告訴你老實聽 你總沒有理由找了我一個星期 我不停上訪而已 如果你有時間 就跟他採訪 一定要跟內地的官員 要跟他採訪 如果不夠經驗 玩是機哥幫手 好 我現在 以前沒有什麼身份 現在的身份 有時候我們都可以 直接找到那個官 但現在的官員都不理你 現在的新的身份 就叫KOL 也是一個身份 上次的經驗 就是他通常是肯見虎主 但是當年的理由是什麼 那些虎主委託了防疫機 處理這件事 而且當時我是議員 所以他又對付不行 我就怎麼樣 他不可以找一個議員 一個星期吧 他現在也叫做前議員 好 我們這個環節 我們就說到這裡 我們有機會 就和大家繼續 追蹤這些民生問題 跟進一下 其實香港人 留在香港那些 都是想生活安定的 那你還是有些錢 去買大灣區的樓 我竟然做一個爛尾樓 給你 這樣對不得住這個制度 在國家裡面 竟然容許地區裡面 有些這樣的發展商 外國增加了國外總國範圍 那些 等於是什麼呢 我們國家 這個完美 這個米缸裡面 的一顆老鼠屎 是吧 那在民生的角度來看 我們當然要抓這些老鼠出來 是吧 最後一個政治觀點 就是這些欺騙的人 特別是外地的官員 外地的人 他們對不起中共二十大 習近平總書記 那些的發言 講大灣區 講香港 講外地和香港 將來的發展 那個目的和目標 這個就厲害了 這個 他對不起他 那明顯違反 好 那我們就輪到這裡 跟大家說一聲 拜拜 我們應該是兩個星期後 就可以跟大家再 今天為什麼爺爺沒有來 他就是入品了第三次司法覆核之後 他現在就將他所有的力量 集中在那裡寫那張神章 哦 你心想說幾句 很晚 你有沒有跟進 我正在跟進 做了很多研究 全部都傳給他 他都在發工 希望下兩個星期 很快就有個判決出來 有個治療 他就知道他拿不拿到那個 那時候 一有這個結果 我就找回郭爺 大家繼續說這個司法覆核 關於這個 這個 安心出行 還有 療衝人症 這個司法覆核 好嗎 今天我們講到這裡 我跟大家說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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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挑擔心 adomo rabbit 咱摟 呆 咱